每一次風災都是損失慘重的南投縣仁愛鄉 這一回也繃緊了神經 鄉公所全天候都在嚴密監控 下午還開始眷離在庫山的遊客 但是有香港遊客就是不肯走 颱風還沒來 南投庫山溫泉區街上卻是一片空蕩蕩 擔心好大雨帶來的土石榴威脅 不過來自香港的遊客 還是堅持要在山上過一夜 你覺得你要颱風就下大雨路不是很好 所以趕快就要下去了 今天晚上下雨沒所謂 我們就在溫泉酒店就帶了 一直不穩定 對 因為聽說過 知道 但是 而在庫山溫泉區 塔魯灣溪河床上怪手忙著清淤 就怕颱風一來 雨季的凝沙再度造成潰堤 庫山地址不穩 一旦雨量超過250毫米 就要進行大撤離 由於境內有多處的土石榴前世襲 雖然山上無風無雨 南投仁愛鄉公所還是全員戒備 庫山溫泉部分 我們也知道它是屬於一個危險管制區 雨量達到250毫米的時候 我們就會缺乳 缺乳之後如果達到500以上 甚至到達600 我們就會強制撤離 來到台中沿海 無期於港內積滿了避風雨的漁船 港內風平浪靜 外海風浪卻很大 漁民說就算出海也捕不到魚 外海也捕不到魚 外海也捕不到魚 外海也捕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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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天無眼 罕見的三台夾西台灣 就擔心好大雨成災 雖然一整天下來 颱風對中部的影響不明顯 有了過去的防災經驗 這次大家寧可提早準備 多一份防範 多一點保障 記者黃兄來世杰 中部報導